自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 全民打向了一场疫情防控的战役 基层社区尤其是一些大型社区更是重要的擅长 工作人员每天争分夺秒 想方设法的站在了第一线 努力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叫谢尼亚 是十七城第十二居民委员会的书记兼主任 春节期间 居委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就投身到了 疫情防控的一线工作当中 居委会首先采取的就是在这个摩派 派上武汉和腐贝级的回来的人员 然后更关注这一块工作 然后通过我们的就是入府的走坊 还有就是网格员在他网格里面 翻他的网格表 把这一类人员 重点人员的信息调出来 说个城市的名称叫哪呀 就是给武汉市去公道小是吧 全部在翻他们的家长 就是认真梳理他们家长里面 就是说还有不有就是父辈 或者就是说武汉寄的人 然后比如有 那么我们会说重点关注 在让我们一个台长表 那么就是说他们好多好回来 要求他们相续情况 然后再回来的头一天 就会给他们打电话 你们就温度怎么样啊 你们要产生自我给力啊 在前期的排查中工作人员发现 一位65岁的居民 1月22号才从武汉回到贵阳 1月29号上午 市济城第12局委会的工作人员 拨打了被隔离人员家人的电话 市济城第12局委员会 在市济城属于中型局委会 总共有1514户住户 4897位居民 根据市济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安排 除了做好疫情排查外 宣称工作也是居委会的一项重点工作 这个门上每一家 一切都每一是师徒 每一家的门上都铁着温馨的高市 S2个村鸡都有宣传单 然后还有电梯里面 然后我们的楼道 我们的单元 我们的进出小气口 统统都张贴这样的一些信息 大面积的进行宣传 出门必须在空窗 能不出门的尽量不要出门 从外地回来的这种 就是我们往给排查出来的时候 排查这种 我们会喊他在家头 给你14天以后再出门 这个出来 防范范的意思是很强的 你们其他人留过在家看 其他同志 那些东西买的有点多 我们大家去早点住 还给他送回来 今年63岁的陈世璧 是世纪城第14居民委员会的 主任兼书记 1月23号从武汉回来的一户居民 辗转联系上了他 从武汉返回贵阳的这户人家 共有五个人 其中有两位70多岁的老人 来到贵阳后 这家人主动在家进行了隔离 他现在打电话告诉我 我要买东西 你这个图片都发过来了 要买他家自己天的生耗用品 他说东西有点多 鸡蛋 馒头 香蜜 香麻油 大白菜 一口干嘛一块八点 那这才要好多 那这个给他买两斤 陈石碧所在的居委会共有六百多户人家 在世纪城算是小型的居委会 他们每天除了做好防控工作之外 还要为这户被隔离居民 带购生活用品 先给他打个电话 你好 你好老张 我们给你买东西 已经买好 送去来了 你把门开开 你放在里面 我下去拿 我们送到你家家门口来 把门稍微 放在你门口 开一个缝就行 干嘛 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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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门起就行 不当那门 不要当那门 我们把东西放在这里 拜拜 我们坐 我们放在这里了 谢谢 你还给我付款 付款 就是我刚才你说了 你用微信付跟我就行了 水果 蔬菜 馒头 在超市买完东西后 陈世碧和工作人员大包小包的 将物品送到住户家门口 简单打了个招呼 叮嘱之后 他又急急忙忙的离开了 春节以来 陈世碧和同事一天也没有休息过 每天都要在岗位上忙碌十多个小时 他说 身为居委会的主任和书记 群众的生命安全 就是家人的生命安全 他有责任完成好这项工作 大家都是爱护生命 最重要 现在目前是防御是灵敏 防抗是我们的责任 大家共同洗手 王晨是世纪成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儿科医生 疫情爆发后 他每天除了正常的坐诊外 还要定期上门 为生病发烧的孩子 做好检查治疗和预防工作 这家人是从武汉移村回来的 23号回来的 他回来之后 他孩子前几天都没有症状 然后是27号的 27号的晚上 开始就有点发烧了一次 然后有点咳嗽 有痰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通知我们这边社区 我们就去看了一下 当时昨天晚上就吃了一次退缩药 吃了之后第二天早上也没怎么烧 然后我们就看了 看的时候 昨天去看的时候 孩子的精神状态也还好 吃东西也都挺好的 生病的孩子和家人都在家隔离 1月29号下午 王晨再次来到孩子家中 进行检查和治疗 情况怎么样 小孩从昨天发了一次低烧之后 今年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烧了 查了一下就是喉咙有点红 然后有点流鼻涕 有点拉肚子 我就给他开了一些拉肚子的药 凭我们人科的经验来说 他现在还是就是喉咙发炎 还是上感的可能性高一点 但我们都是人必切的 有些也是一个星期再过才慢慢的发病 贵阳市观山湖区设计城街道办事处 下辖22个村居 是一个拥有18万人口的大型社区 疫情爆发后 社区的工作人员迅速反映 第一时间投身到这场战役之中 所有工作人员春节期间 都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 第一块做的工作 就是赶快的安排我们的货币金的储备 第二块工作 就是我们的物资的 采买了这块工作 第三一个就是迅速召开会议 制定我们实际政权办事处 关于这项工作的应急预案 在应急预案中设立了9个快速反映的小组 包括综合协调组 宣传组 信息收集组 督办督察组 商业工作组等 在这次防疫工作中 世纪城街道办事处对夏区所有居委会的工作 做了明确要求 一个就是自我的一个丰富 然后第二块就是宣传 大面积来对我们夏区来18万人口来这个宣传 除此之外 居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对小区进行全面的摸牌 居委会每天摸牌的情况都会形成数据 上报到街道办事处网格办 进行及时的整理汇总 李玲是世纪城街道办事处网格办的负责人 她的部门是这次九个应急小组中的信息收集组 我要他编语他们填包 相应的他们的派查数据 我们就只加CG 相应的这个派查 把所有需要付贝 翻签的这个所有信息 给他回中了以后 整理出来 要求村区填包 我们每天我们有专人 一对一来负责收集 或回中 设计他们的报表 然后收集上来以后 我们形成我们内部的一个 转向报表 这些台帐报表 做的非常细致的分类 能一目了然的 知晓辖区居民的最新动态 我们每天下午就可以统计出 前24小时的最新数据 然后按照各个部门 需要的一些填包的数据和表格 我们就能够及时的保送 我们确保这个数据的一个 真确还有真实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世纪城街道办事处全员上岗 迅速反映 沉着应对 扎实的推动 每项工作 有序的开展 这项工作是前面的一个防空战役 大家都是种子层层 齐心献力 因为做事保障 我们世纪城街道办事 下期了 十八万人民的一个安全 一个健康 层层严防 携手联动 到目前为止 世纪城街道已经发动 四百多人对各小区商铺 进行排查 张贴宣传公告六千多份 联合物馆公司对小区 超市等地方 进行消毒杀菌两百多次 还将医疗垃圾集中收集 运到世纪城卫生服务中心 进行统一处理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战场 有这样一支支 能打硬仗的基层队伍 相信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 疫情狙击战 百姓关注 记者报道